現在我們開始上的東西叫電流熱效應 那第一個我們要跟各位上來是電能 但是在實際上 我們很少 後面的題目很少人在問你電能 都是問電功率 但如果要問能量 就存時間就好了 我會不會再繼續說 但是我們要你先複習一下以前的東西 就是像這個吹風機啊 電運斗啊 電鍋啊 電熱器啊 通電之後產生熱 然後來達到一些功用 所以他們都是所謂的電能來產生熱能的裝置 所以呢 電能可以轉成熱能 也可以轉成光能 也可以轉成別的東西的能量 像電燈泡 就轉成光能跟熱能 那如果一般的 古時候燈泡轉的熱能還比較多 那這只是再說一次 能量可以轉換 然後可以轉換成光 轉換成熱 我們現在在這裡是轉換成熱 或者就是我們把一些東西就當作是熱來轉換一樣 來做計算 所以我們現在只考慮 所謂的電能轉成熱能 所以電流的熱效應 那麼電池的內部是會發生化學變化 將化學能變成電能 這是我們在下一張電化學的時候要教的東西 讓它從化學變化產生電 或者是反過來讓電產生化學變化 然後呢 有一個推動力 有個電壓推動 讓我們的電荷在導線上流動 然後呢 流動的時候 經過了導線或者經過某個元件 因為有電阻有阻力 然後它就會被轉換成熱能 轉換成熱能 所以燈泡換成熱跟瓜 導線可能有熱能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一般我們在做計算的時候 我們都當作導線沒有電子 所以不會去算導線的所謂的熱效應 然後呢 消耗到能量就重新又獲得了補充 經過電池得到能量 所以就像這個樣子 像這個動畫顯示 動畫以前根本上是一個圖 四張圖把它變成一個動畫 好 經過電池 包包變大 就表示得到能量 然後中間就消耗 給包包就變小 好 經過電池 包包變大 得到能量 經過燈泡 包包變小 表示消耗能量 實際上導線也有消耗 好 但是我們在不做這樣的計算 像這個 就是 告訴你說 我經過電池得到能量 然後呢 我經過外面的電池元件 就消耗能量轉換成別的能量去了 好 那 導線跟電池本身是有電阻的 都會消耗能量 但是我們基本上不算 那有很少的題目 電池有內電阻 有很少的題目 電池有內電阻 那以後再說 但是基本上我們都把導線當作沒有電阻 不會消耗能量 然後呢 能量呢有單位 我們在八年級學熱的時候 我們能量單位呢叫做卡 後來我們九年級學單位叫做交耳 那這裡我們換算 一交耳是0.24卡 一卡是4.2交耳 可是現在有人寫的跟他不一樣 0.24 4.2卡 感覺聽起來比較順了 這樣也怎麼4.18的 我們討厭很煩 沒有關係 題目上寫多少 你最後多少就算就好了 題目上如果寫4.18 給他已經配好了 用4.18比較好算 用4.18算好 題目怎麼寫就怎麼算 希望你會背 不過呢會考的考試 這個數字應該會給 一交耳是幾卡 或一卡是幾交耳 題目怎麼寫就怎麼算就好了 那這裡會有個單位換算的問題 所以以後就會出這種問題是說 我這個電熱器 怎樣怎樣怎樣 可以使這個水升高幾度 那你前面算出來的單位是交耳 後面的上升的幾度是需要用的是卡 那你就要有個單位換算的問題 換算的問題 好 那這些我們等一下用的公式其實都學過的 只是我把它合在一起而已 好 第一個電流 I等於Q分之Q 記得嗎 一秒鐘一庫輪叫做 一秒鐘一庫輪叫做1安培 OK I等於Q I等於Q分之Q 後面其實是單位啦 秒S Q 這個電量庫輪C 然後出來單位安培 後面是單位 OK 一秒鐘一庫輪叫做1安培 是電流的 然後電壓呢 V等於Q分之1 一庫輪需要1焦耳叫做1伏特 一庫輪相差1焦耳叫做電位差1伏特 或者是1等於QV也可以 V等於Q分之1 然後再來就是電阻 R等於I分之V 要通過1安培需要1伏特 稱為EOM EOM 這是以前都學過對不對 這三個公式都是以前就學過了 等一下所謂的電能公式 我們從這裡購買 從這裡變出來 第一個 電壓 電流 電阻 以前所學過的公式 然後還有我們還學過什麼公式 我們還學過病聯跟串聯 還記得嗎 還記得串聯的時候長怎樣 串聯的電流叫怎麼樣 電壓要怎樣 電阻要怎樣 串聯的時候電流都相同 電壓要相加 電阻呢 也是相加 並也是相加 甚麼 還有 這是所謂的串聯的公式 這個是所謂的串聯的公式 串聯的公式 還有病聯公式呢 還記得電流要怎樣嗎 電壓要怎樣嗎 電阻要怎樣嗎 電阻要怎樣嗎 病聯的時候電流怎樣 相加嘛 總電流是各分電流相加嘛 電壓呢 相等嘛 總電壓跟分電壓一樣嘛 電阻比較討厭對不對 你記得這公式比較囉嗦嘛 我做導數相加的導數嘛 導數就是所謂的電阻的病聯串聯公式 那麼你就是要記得以前所學過的 再把它拿出來用 這邊有一個電阻串聯要相加 變年的時候是導數相加的導數嘛 所以當時曾經告訴過你一件事 我說你沒有被公式的要匯一件事 有一個題目只要匯這就夠了 什麼就是串聯的時候電阻會怎麼樣 變大變年的時候電阻會怎麼樣 變小變年的時候電阻會增加 變年的時候總電阻會變小 比每個都來得小 每個非電阻都來得小 那這個有些題目你只要匯這個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串聯會增加 因為就越加越長嘛 電阻跟長度成正比嘛 為什麼病聯會減少 因為病聯等於是結面積變大嘛 電阻跟面積成反比嘛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這是以前所學過的公式 我們把它複習一下 那麼未來就可以用這些 其實未來的所謂的公式 都從這邊變來的 等於是他所教的公式 都從這裡變過來的 就是從這些電視都變過來的 OK 有任何問題嗎 沒有